警方6月5日接获一名女子报案,只怀疑其14岁女儿64日在港铁望角站被人盗取手提电话。 警员接报场,经初步调查,案件列盗窃。 人员一发现该名14岁同手臂及腿部有余伤,经调查后,发现该名女童前透过手提电话交友城市认识数名本地男子,怀疑与他们发生性行为。 案件交友魁清警驱众。 组人员跟进,经进一步调查,昨日19日在全港各区捕6名年龄介乎21至40岁的本地男子,相信与案有关。 原意在其中一名被捕男子的手提电话及电脑,发现两张怀疑儿童色情照片,他涉嫌管有儿童情物品被捕。 该6名被捕男子已被暂碰于21岁以下。 同坐出钢交,与年龄在16岁以下的女童性交,袭击造成身体伤害及管有儿童色情物品。 案件将于日21日上午于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。 案件仍在调中,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。 警方一向非常重视儿的福祉,绝不容忍任何侵害儿童的罪行。 根据《乡法例》第200章,与16岁以下女童做出非法性交, 非礼籍致货获鼓励16岁以下女童卖淫,以及《香港法例》第579章, 做疾管有儿童色情物品均属严重罪行,一经定可被判处3至10年监禁不等。 警方亦呼吁家长,应该一子女的日常行径,如子女经常以不同借口外, 应加以询问及关心,星岛申诉网100集诞生之最喜爱影片票选, 由6月16日至6月30日,玩游戏迎取总超过10万丰富礼品。 立刻点击投票星岛头条APP经营,出最新版本,请立即更新,浏览更精彩内容。